负责保护总统和来访世界领导人安全的美国特勤人员 4月份的召集丑闻曝光以来 有更多的特勤人员违规行动逐渐曝光 在国会一次听证会上 特勤局局长公开表示了道歉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星期三的国会参议院听证上 美国特勤局局长萨利文 对哥伦比亚发生的特勤人员召集丑闻表示道歉 我深感失望并且对这些员工的错误行为 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关注表示道歉 但是他同时强调 这类事件不代表特勤局的价值观 以及特勤局对近7000名工作人员 要求的最高道德标准 今年4月 12名美国特勤人员 在为奥巴马总统访问哥伦比亚 打前站的时候召集 这一丑闻震动了负责总统安全的特勤局 5年内共有64起特勤人员违规行为随之曝光 议员们关注这类丑闻是个案 还是反映了特勤局的普遍文化 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 首席共和党人克林斯说 这对总统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 另外现在的事实令我相信 这类行为不能代表多数特勤人员 但这绝不是单独的偶然事件 参加听证的国土安全部代理检察长爱德华兹 负责对特勤局的有关调查进行审议 第一阶段的审议结果将在7月份公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